前幾天,何超欣在社媒上分享生活碎片,曬出一張與小姐妹逛街時的照片,配聞與姐妹們逛食逛食,太不知一看下一條,這三位看上去打扮得很普通的小女孩,老爸老母親家加上身超過二千億,她們分別是賭王的小女人何超欣,金比大女人劉秀華和優淑貞沈家為,掌上明珠沈月,這三人約住逛街,不知縣處出動了多少保鏢,跟著這三姐妹, 真千金是好看呀,她們眉目間的書展同穿著,打扮得很隨意,處處顯示了家庭條件的優越,小S家兩個女的年齡與她們相仿,甚至比她們還小,但小S女藝的日常穿著,基本是能路就路,處處展示著身體線條的年輕女孩,總是透露著一股代價而古的棄字,看來那句老話沒說了,人同人的分水靈是陽水,真千金面目平和,我們普通人家的小孩子, 無心無肺,其他的我們就不多評價了,三位千金裡面,看上去最不懂得展示自己的是劉秀華,她年紀最小,生得最一般,但財富值最高,粗略地估計身家已經超過五十億,劉蓮雄前後三任老婆或女友,共計生了七個小孩子,三來四女,今日乾脆就來翻一翻, 這三個不同馬馬身的女人,她們共在同一個富豪老婆,命運卻大相間亭,有人顛佩流離,有人未成年,身家五十億,敢找誰去,講道理呢? 第一個寶永琴的女藝劉秀容,寶永琴是所有豪門正室裡面,命運最悲慘的,她的女人劉秀容,也是劉蓮雄七個子女裡面,最被忽視的,當年寶永琴扶持,劉蓮雄還一文不明。 成為香港數一數二的富豪,誰知等待她的,卻是娛樂版上層出不窮的女明星,和這些女明星和自己老公的風流運時,她和李嘉欣、蔡少芬的三國煞,李大美人的粗口罵戰,劉蓮雄眾多的紅顏知己裡面,寶永琴最喜歡誰呢?都是港媒的流量密碼,寶永琴的一危一雷,就是每日看著崩潰的母親,忍著父親各種八卦長大,危子劉明偉從小都堅定救命運, 在馬馬那邊,她對父親從來沒有好面色,長大之後,也選擇完全與老父親不同的生活方式,只是有一點,她深深淡黑在她的基因裡面,很多人稱劉明偉為豪門清流,但她其實呢?都是出軌的慣犯,只是她不喜歡美貌的女人,而是喜歡平平無奇的智慧型。 劉明偉有一對龍鳳胎,年紀和金碧的兒子差不多大,至於女人劉秀蓉,寶永琴受盡刺激選擇離婚,離婚是因為發現自己病了,為了為女人保存財產,之後在生命了一段時間,開始了一段有一段不靠譜的戀情。 原本應該最理解馬馬的女人劉秀蓉,成為了反應最激烈的人,她甚至因為討厭馬馬的小男友,選擇轉而投奔附襯,劉連熊談戀愛從來誤愧避忌,她帶著她和帝人女友約會,從女理軍到金碧,她都可以坐埋一張台吃飯,但是和媽米呢,卻不共大天,劉連熊呢,其實都頗照顧女藝的感受, 只要女人在場,她基本上都是牽著女人的手,不像汪小飛只是僱著女朋友,寶永琴在2003年因為癌症晚期過身,儘管女人不認識她,她就將自己遺產的45%留給了女藝劉秀蓉。 當時劉秀蓉剛剛二十歲,她早就被父親劉連熊送到國外讀書,問題她和她哥哥不同,她始終沒辦法專心讀書,最終她選擇在瑞士修讀心理學。 劉秀蓉牽著父親出席母親的葬禮,選擇學心理學的人,多半都是心裏面傷痕累累的人,母親過身之後,劉秀蓉多數時間都留在國外,但是如果劉連熊有大事,她一定到場。 2014年劉連熊涉嫌以二千馬,賄賂澳門前運輸司司長歐文龍,採取不正當手段,獲取越海南環五塊土地。此案開庭時,一直都是劉秀蓉陪在父親身邊, 上裏面的她眉頭緊鎖,行在老父親身前,面上搏下,一種堅毅的神色,看得出她對父親感情好深。 終審判決那天,也是劉秀蓉和劉連熊一起出席。劉連熊和保詠琴都是不差錢的富豪,因此劉秀蓉也曾經有錦衣花服的階段,打扮得很成熟,似大人模樣,各種珠寶包包隨便買。 但是她成年之後,每次出現看上去都極其樸素,返到香港的時候,她除了陪父親看病,就是陪媽媽吃飯。 她老爸這麼熱情愛馬時,她卻隨手拿著個鄉內人,後來更是名牌包都不太用了,感覺劉秀蓉始終都在,尋找接納自己的方式。 從瑞士學心理學畢業之後,她選擇去大刀潰博物館工作,很少出現在媒體面前,哥哥兩次婚禮,她都沒有參加,2017年劉連熊病重婚,身家沒有給劉秀蓉任何房產或股份。 她這麼會父親,父親卻什麼都沒有給她,她這麼討厭母親,母親卻給了她自己的百分之四十五,兒女離軍的女人劉秀蓉。 母內前二十一歲的劉秀蓉,在香港王竹坑開了一間舞蹈學校,這間學校佔地面積七百四十四平米,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小見的大壽筆,每個月的房租,估計就要六位數,果然是出身豪門,從小就現慣了展,使起前來不斬眼的,千金小姐劉秀蓉,曾經是劉連熊最認識的女人,還記不記得老八卦呢? 當年金比生第一胎的那天,劉連熊根本就沒有去醫院陪產,是金比兩個妹妹和阿瑪,在醫院嚴陣以待,劉連熊呢?都沒有什麼正事,她只是去接個女兒劉秀營放學,然後帶著個女兒去富豪返堂吃飯,陪著劉秀營吃完飯,將她送去呂禮君那裡安獨好,劉連熊才匆匆趕返醫院,探望剛剛生完小孩的金比。 當時,呂禮君完全不覺得金比她是個威脅,她手裡頭有劉連熊最認識的女人,為人處事非常傲長,劉連熊對劉秀營徒心徒肺,她也算是個女人奴。 2014年,她從拍賣行買了一顆藍鑽送給劉秀營,這顆名為The Joy Diamond 的巨型藍鑽,有9.75克拉這麼大,價值2.5億,是當時全球最貴的藍鑽,送了這貨藍鑽,劉原熊還覺得不過癮,又買了一顆6500脈的公式方鑽,感覺就像我們普通人士65元,幫我小孩買個開心一樣隨意,劉原公視我的方式一向就幾種。 首先愛馬時,隨便送,其次送你一部專車,再配上專足的車牌,最後就是珍藏級的珠湖,買馬馬劉秀營當時有自己的專車,車牌是形形,但是後來隨著金比的上位,呂麗君失重。 常常在女人面前說老父親的配,說劉秀營選擇站在馬馬里邊,開始對劉連公態度惡劣,年紀小小的他不明白,出身在多子女的豪門家庭裏面,是不讓你耍小脾氣的,分分鐘其他小孩就補上你的位置,取代你。 例如三歲就替爸爸做點心的劉秀華,看著肥嘟嘟的小孩,認真的羊,但是劉心都融化了,而且金比的三個小孩生得相當可愛,加上劉連熊年紀都大了,總算下心來過家庭生活,這幾個小孩的成長,她沒有缺席,自然感情深厚。 而現在劉秀華,才是香港最令人羨慕的小公主,三金比帶女人劉秀華,金比讓小孩,是真是上心,有展人家小孩通常,物志峰形但缺少陪伴,金比不同,她這個媽媽是準心準力,她的家,簡直是團聚作戰,劉秀華一出生,金比媽媽就來幫忙帶小孩,以及做管家,劉秀華還小的時候,金比其實是被迫低調的,因為呂麗君根本容不下強, 而劉連同心目中,呂麗君才是正牌女友,金比和媽媽忙著帶小孩,金比的姐姐妹妹忙著讀書,姐姐陣思韻,拿到過美國管理科技大學,工商管理學位,回國就進入了花字蔥底層做起,一做就是十幾年,交給她姐妹,都是她供出來的高學力人才,當時呂麗君是華自執行董事,經常被這對姐妹穿小孩,但人家忍得踏實做事,低調做人。 後來呂麗君全面失誓,退出花字執行董事職位,金比姐姐立刻接手思華過道,這個能力確實是受人認可的,呂麗君失寵這件事,金比的作用其實還是不如留。 秀華或者人同人之間的確是講過緣份,父女母子亦各有緣發,2015年,劉蓮雄送給金比個女劉秀華兩顆磚石,價值共記6億,那日是劉秀華的生日,她還在同一日,放下了,位於渣町山高市美道5號的豪宅,送給愛女,價值4.6億港幣,小篇盲測,去了微保劉秀華出生那日,她缺席的遺憾, 總之當時這波操作震驚了海內外,一日時間在女藝身上使了近10億,賭王都不捨得使這筆錢,第二年的生日,劉蓮雄又買得了一個頂層的花園,命名為秀華空中花園,帶著嬌滴滴的小女人去收留,劉秀華小時候追星,喜歡林峰,金比帶她去看林峰的演出,林峰也董事,馬上就將這個全香港最貴氣的女人,抱在手上,給億抹千金看上,是你林峰的風格, 劉秀華喜歡英國小歌喉康尼,康尼來香港演出,劉蓮雄和金比馬上使出超能力,使一百碼港幣,買了站在偶像身邊,同唱一首歌的五分鐘,太善慕了,真是想知道這種被愛著長大的小孩子,心裏面是什麼感覺,她有沒有煩惱呢?劉秀瑩二十一歲開舞道學校創業,得到了劉蓮雄財力的支持,但是創業這件事,劉秀華早就玩過了,她十歲那時迷上了心, 特伏奇想要做自己的屎萊姆,一般人的父母,頂多就有能力幫小孩子開個網店,或者整個直播間,但金比比個女兒搞了個正規的品牌,有Logo有官網,線下通過自動販賣機飯肉包裝生產,按正規例,品牌還有INZ官方帳號,有5.2碼粉絲,對於一個屎萊姆品牌二,驚係名牌啦,去年劉秀華也在父母的支持下,開了一家公益餐廳 這家餐廳,主旨是給特殊人群提供就業機械,還能夠為遇到困難的無家可貴的人民,提供免費食物,有錢人拿真金白銀來做慈善,換來的福報,又回歸到自己家的小孩子身上,形成了閉環,劉秀華平時去看球,劉秀華平時去看球賽,身邊坐的都是女強人,何超瓊想學鋼琴,老母趁馬上帶她去找,香港最有名的鋼琴家,劉思坤寶詠琴和 女麗君的小孩子,成長過程中,多多少少都有受到家庭影響,只有金碧的三個小孩子,是真是含著金所持,無憂無慮長大,你說劉蓮雄這兩個女,似不似瘟仁和龍月呢?前期瘟仁公主各種受寵,是大半吉深沾沾上的肉,後來龍月簡直是恩還神助攻,每次遇到險境都是龍月出手化險為宜,看來歷史始終是驚人的相似呀!